好 来给大家看一下 谢东敏 谢东敏很不熟悉 他当过副总统 成为首位台湾人出身的沈主席 在他任内最具代表的 新的口号叫客厅级工厂 所有家里面的家庭主妇 家里面的小朋友 甚至下班回来的爸爸 在下班之后 大家全家一起做手工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就叫客厅级工厂 这个时候我们在干嘛 我们在帮人家代工 帮人家做手工 那个时候叫做出口扩张时期 有没有 后来这个家庭级工厂的观念扩大 变成加工出口区 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好 所以先有这个观念 那他的目的是 希望家庭临系人力也投入工作 将自家客厅作为工作场所 后来被引申为怎么样 家庭级工厂 利用家里临系空间 纳入代工业延伸的生产线 而家庭主妇从工厂批来的 耶诞灯 钥匙圈 成衣零件 制作成半成品后再送回工厂去 其实这个跟中国大陆的义乌 浙江的义乌是一模一样的 好 你知道全世界 你知道全世界的那个什么 这个最大的这个什么 这个圣诞节装饰品在哪里生产 就是在浙江的义乌 开玩笑 浙江只要一停业 全世界不用过圣诞节 真的 很离谱对不对 他们这个赚的那个利率很薄 但集合起来很可怕 你想象一下全世界的圣诞节装饰品 举办是圣诞树 圣诞帽 圣诞老人服装 圣诞卡片都引导走 你说会不会很可怕 而且义乌是小镇 所以义乌的人赚的怎么样 薄薄的就是这样 然后赚取微薄的手工钱 以贴补家庭开销 那在石油危机 国际物价翻腾的大环境下 低一点的工资 不断的扩充劳动力 客厅几工厂可以说是 台湾经济企迹的代表性场景之一 代表性场景之一 那请问一下 上文是使哪个台湾社会经济的写照 哪一个时期的台湾社会经济的写照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这个部分来说 出口扩张来说 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60年代 就民国5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出口扩张时期 所以答案要给什么 给A 可是你看看正确答案给什么 正确答案 他给B 他给错